Hello 这个视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买的一些冬天的衣服 那这个视频全程没有广告 请大家放心收看哦 我们就废话少说直接开始吧 第一件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小香风的外套 然后小香风的外套相信好多人都有 但是这一件我当时买的时候 看中它是因为它是一个羽绒服 就它里面是加了那个90%那种羽绒 但它不是那种很蓬的那个羽绒 它里面有这种压的都把它压得很薄 就不会让这个衣服看起来很厚重 但是它又很保暖 就我当时一试就觉得在身上还挺扎实 有时候冬天就也不想穿的 都是那种鼓鼓囊囊的衣服 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又比较正式场合 然后看着又不是很厚重 但是它又是羽绒服很保暖 我就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这个是在一个实体小店买的 我最近就是外套什么都没有怎么网购 就是去找一些那种什么写字楼中店啊 然后它们的选款什么都还可以 身价比也比较偏高 不会像商场那样就是特别贵 然后这个外套就这样的 我之前下雪天穿出去 我都觉得还挺短和的 这个扣子是可以把它扣上的 它其实还有一个配套的裙子 就是也是同样颜色的裙子 但是那个裙子有点太短和太小 我就没有要那个裙子 下面一个就是这个格子裙 这个格子裙我是跟这一家就是跟这个外套在同一家买的 当时就是想说 因为它这个原版配的一个 我有点就是觉得太紧了 但是我又想配一个这种裙子 我就买了一个这种格子 它是有点那种逆子 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厚的 就感觉这种不太会起球 稍微薄一点 开春了也可以穿 就我就大概比一下吧 我就不上身了 大概就长这样的一个格子裙 然后我觉得这个格子裙的话 颜色就也是这种棕色 我今年真的买了很多棕色的 这个配白毛衣应该还蛮不错的 它这个长度的话也会不会那么短 就是至少是到膝盖 我就觉得会穿着比较大方一点 价格上我觉得也还蛮合理的 这个裙子是100多 好像不到150吧 然后这个羽绒的这个小香风外套是350 就加起来500 我觉得在实体店可以 这个价格还我还觉得蛮合理 下面一件也是一个羽绒服 但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宽松一点 蓬蓬一点的羽绒服了 这个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 也是我想买它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里面是这种毛绒绒的 加绒的 就是双倍的暖和 因为今年冬天感觉武汉还挺冷的 然后我过年期间又要去大同那边玩 就真的很需要厚厚的衣服 这个就还挺合适的 这个衣服的话我平时穿的时候 也会把这个脖子直接扣到这里 就特别的挡风 袖子这边的话就是也可以把它全部都弄下来 也可以把它折叠过来 露一圈这个绒绒的在外面 冬天就其实不是特别想买黑色的羽绒服 感觉太沉闷了 但是白色的吧 就是有一点点容易弄脏 下面这件是一个灰色条纹的一个打底衫 然后这一件的话我觉得还蛮轻薄的 就是适合开春穿 有时候我跳舞也会穿这一件 这个灰的它是一个这种很短的短装 所以我感觉就是特别适合配高腰裤什么 我把刚刚这个格子裙穿上身试了一下 就主打一个打底 反正这个就很便宜 我感觉穿着还蛮舒服的 利用率还挺高的 下面要分享的一件是不算好看的一件衣服 但是真的非常实用 这个是家属给我买的 然后我之前有一件类似于这种薄羽绒服 是一个白色的 后来我看到他给我买的这个 我第一反应还蛮嫌弃 因为就觉得土土的 然后又不好看 但是后来就感觉真香 因为它利用率真的很高 就是这种衣服 特别适合 大家就平时在办公室里面 如果你穿得很厚去办公室 后来办公室开空调很暖和 你就直接把外套一脱 然后我每回就直接套一个这个 在办公室办公 而且这个因为它是这种羽绒服 是这种滑面的料子 又不用怕那个手上弄脏或起球 我之前放了一件毛线外套在办公室 发现起球就很严重 这种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它非常轻薄 就是你在办公室很舒服的感觉 就虽然并不是说很好看的那种衣服 但我觉得它那个使用度就很高的 尤其是就是像我现在 如果是冬天出去 我必穿这个在里面 然后外面就再套一个刚刚那种小香风 或者是一个不那么厚的外套 就让整个人看起来不那么臃肿 但是因为有这个夹层呢 又会特别的暖和 而且旅行的话也非常适合这个戴着身上 因为它真的非常不占地方 我觉得比那些毛衣什么的要暖和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实用的 然后这款它不是某裤的 是某一眼选的 价格好像只要200块钱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下面要分享的是一个裤子 这个也是一个冬天买的 这种米色的一个泥滋料的一个裤子 我其实还没有这种裤子 后来就想说特别想买一个这种穿得很舒服的 我发现我冬天的裤子也都是那种佳容的牛仔裤 这个就是穿上身特别舒服 然后这个袋子的话 系不系都可以 有时候我不是很喜欢系这个袋子 我觉得不系会稍微随性一点 这种裤子就属于出门 不想思考穿什么 然后一套就能走的 这个里面也是加一点绒的 所以冬天的话 如果再冷的话 里面穿个球裤 外面就穿个这个 然后没有那么冷的话 就单穿这个 挺舒服的 下面要分享这一条是一个喇叭的鲨鱼裤 然后这一条是我姐按头按力我买的 但是她买的那一款是加厚容的 就是冬天穿 然后里面就是挺暖和那种 然后我纠结了一下 买了一个常规款 因为我感觉这个裤子 其实除了平时穿出去 其实还蛮适合去做瑜伽 或普拉提 因为我最近特别上头普拉提 我已经报了班了 所以这个裤子呢 感觉也可以普拉提穿 我就买了一个不加绒的常规款 因为她说特别显瘦 然后我跟她都是 身材都是属于那种很离形 就我们大腿会很粗的那种 我就根本就不敢穿这种比较贴身的裤子 然后她说你要信我很显瘦 然后我就还是买了 后来我发现试了一下 确实还蛮显瘦的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版型吗 我就觉得她那个版型特别好 而且她是相当于有一点高腰的 就是可以把你的那个小肚子也这样收一下 我感觉我应该拍到这个下面 我感觉我这个不是很好拍全身 反正这个就是 我觉得材质什么的非常的丝滑 而且它弹力很大 就不管说再胖一点再瘦一点 感觉都能够还蛮合身的 我这个买的是9分的 我感觉1米6左右的姐妹不能买完全款 要买9分的会比较好 接下来也是一个黑不溜秋的衣服 这个是我买的练普拉提的一个长袖 然后这个呢 我感觉就是它不仅适合普拉提 其实平时大家去别的就是别的运动啊 瑜伽呀或者去健身房露铁啊都挺合适的 我现在换上了它是一个这种拉链款 然后这个拉链你可以把它直接拉到底 你可以把它取下来 然后我觉得这种呢就很适合有时候去健身房 大家不想就是一开始就直接穿一个背心 可能像这个冬天变天就有点冷 刚开始还没有热身活动开的时候 觉得还是身上有点冷的 那就特别适合这样穿一个长袖 然后它这个袖子两边是可以这样子 我一般不习惯这样子啊 我一般就是直接这样子把整个手露出来 然后等你热身热完了之后又觉得很热了呢 里面就可以穿一个背心 然后把这件脱掉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去买一个这种长袖的一个运动衣服 这个也还蛮快干的 就我基本上当天洗完晚上晒 差不多第二天就已经可以全干了 普拉提的衣服除了这个黑色以外 还买了一件这种短袖 这个的话就是我把它翻过来 是一个这种藕粉色的 这个颜色感觉也还蛮流行 就是看各种随便一搜普拉提或瑜伽的衣服 它就会推荐这种藕粉色的 这个的话弹力就特别大 它是一个比较贴身的 然后材质也是挺快干的 我这两件都是在某多多上买 真的性价比贼高 而且质量还挺好的 另外还有两件是这种也是运动的裤子 一个是五分的半截的 一个是这种长的 差不多都是这种有点偏紫灰紫灰色 感觉现在就特别流行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上身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就不试了 这两个都有点好紧 我就懒得试了 五分裤的话我一般就是倾向于上面 我如果穿长袖 我下面就穿一个五分裤或七分裤 如果我上面穿短袖或穿背心 底下就穿一个长裤 我个人是喜欢这样搭配 好了我换上我的睡衣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一些衣服的分享 主要是冬装还有一些运动的衣服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